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官宣,请国拼名将加盟日本教练组 乘三比零横扫马龙,牛果粮要注意了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聊一聊乒乓球的相关消息 众所周知啊,目前拼操领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当然了,很多球迷也非常关心了日本乒乓球的最新动态 正所谓只有知己知彼方人百战不殆 那么就在近期啊,日本拼协官宣的一条重要决定 也是引起了球迷的广泛热议 那就是啊,日本乒乓球队将会邀请 请国拼名将张一博加入南队教练组 担任南队举教练情势邦史的助手 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巴黎欧日会周期的相关备战工作 那么可以看出啊 日本乒乓球队想要挑战国拼霸举地位的决心 那么说到张一博,可能很多球迷并不是很了解 下面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张一博 张一博屈身在中国上海 早年前赴日本打球,并获得日本国籍 目前是一位华裔日籍教练了 张一博擅长左手横卧球拍胡川打法 早年前曾经在国际大赛上面3比0很少国拼名将马龙 因此被球迷所认识 后来张一博担任过一些俱乐部的教练 这次日本乒乓球国家队教练组进行重大调整 张一博因此受到了重用 直接获得了加盟国家队教练组的机会 作为一名国拼驱来的运动人 张一博对于中国乒乓球的体系非常了解 而且对于国拼一些名将以及一些教练软人的战续思想 以及继续特定也是非常的熟悉 因此张一博加盟日本乒乓球国家队对于国拼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应该引起国拼掌门人刘国梁指导的高度距离 那么目前日本乒乓球男队主要的领军人物就是张本志和 再加上老将雪骨谁 以及两位年轻小将廷宇孝兮和宇廷信使 众所周知 在前面东京奥乐会期间 雪骨谁和伊藤美城组成的混双组合 就击败了国拼的两位功学老将许兴和刘斯文 从而夺得了一块宝贵的混双金牌 也让国拼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那么现在张一博的加盟 肯定也会给日本乒乓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张一博会全力的辅佐张本志和 廷宇孝兮等年轻小将 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对国拼蓝队造成一定的威胁 并且在采访之中 张一博也明确表态将会竭尽全力 带队去冲击八年奥日会的奖牌 那么因此 作为国拼的球迷 以及国拼教练组的相关教练员 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特别是刘国良指的 对于张一博加盟日本乒乓球国家队这件事情 也要做出一些应对的措施 比如说张一博他的一些继续特点 肯定会传授给日本乒乓球队的这些队员 以及在未来的国际赛场将如何去面对张一博的挑战 这都是国拼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然了 以国拼的强大实力 即使说张一博加入了日本乒乓球国家队 对于国拼的霸主地位 我想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对于国拼而言 只要做好自身加强国拼内部的良性竞争 加快球队的更新换代 国拼依然能够长期取霸主地位 球迷朋友们认为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